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 你给我滚 出去 这是我家 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我们已经结婚了 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这是我自己的家 房子是我买的 我现在让你给我滚 你就点给我滚 陈子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确定让我走吗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个黄脸活 我最后就受够你了 给我滚 滚 快点 我们的家 这是我自己的家 房子是我买的 我现在让你给我滚 你就点给我滚 陈子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确定让我走吗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个黄脸活 我早就受够你了 我说的是我 还没有 看到 said 儿子 干什么去呀 给你买两身衣服 走啊 今天我正好不上班 带你上街上逛一逛 又给妈买衣服呀 妈 那衣服太多了 都穿不完 没事妈 走吧 走吧妈 谁的电话呀 你姐的电话 我姐的 喂 喂妈 涛涛 你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我 我没事 我就是想你了 涛涛 妈也想你了 你弟弟刚才说你呢 这两天 我没准备去看你呢 涛涛 你怎么哭了 你怎么哭了 哭了 喂 妈 你不用来了 我在这儿过得很好 我也没有哭 那你现在在哪呢 我 我不跟你说了 我挂了 喂 涛涛 挂了 怎么回事啊 妈 她怎么哭了呢 谁知道呢 这会不会是跟强子吵架了 这个强子 妈 我现在带着你 就去找强子 我呀 真宝 你先别慌 你先回去吧 妈自己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能回去呢 这我姐夫 都欺负我姐了 我得找他好好理论理论 行了 真宝 你先别去了 我先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 别可是了 你先回家吧 妈先去过去看看 回去吧 涛涛 涛涛 你怎么在这呢 我怎么来了 妈不放心 妈来看看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和强子吵架了 强子他把我赶出来了 说那个家是他的 不让我回去 这个强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闺女 你在这等一会 妈一会就回来 妈 你在这等着 谁呀 强子 你在家呢 妈 快进来吧 哎 妈 你怎么来了 你看 这段时间 你们也没上我那去 不是想你们了吗 来看看 前段时间啊 我们比较忙 就没有时间去看你 我正准备过两天去看呢 哎 妈知道你没忙 我来看你们啊 也一样 哎 桃桃呢 桃桃不在家吗 她 她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强子 今天你在家呢 那桃桃出去 没跟你说吗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 妈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刚刚 我们两个扮两句嘴 所以 她就出去了 强子 这两个人在一起 也没有不吵架的 那常说呀 床头吵架 床尾和 不能扮两句嘴 你就让桃桃 赶出去呀 你说 妈说的对不对 强子 这说话的时候 有时说话无心 听着有意 一句话 就伤着她的心了 你说的对 这些我也都知道 强子 你知道就好 桃桃啊 她也不是不敢走 也不是不舍得走 可惜啊 她就不舍得孩子 这桃桃 她是真走了 这孩子怎么办 这吃苦的 还不是你 和孩子吗 这以后 两个人在一起 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不定哪一句话 伤了她的心 这虽说话不多 可是 那就像一把刀 刺在她的心上 你说说 她能不难过吗 我知道了 妈 我知道错了 这两个人呀 都到一起不容易 爱都是相互的 不能老靠着一个人付出 这是她时间长了 她会累的 你想象 是不是这个道理 强子 你不知道 这女人呀 一旦嫁出去了 就不是娘家的人了 来到你们家 就靠你 你是她的顶梁柱 你都不好好 珍惜她 不理解她 你说 她在这个家 还有什么意思呀 你看看 她在娘家的时候 那也是 我手心里捧她宝呀 这来到你们家 你这样对她 你说 妈能放心吗 妈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那样对陶导的 强子 如果陶导哪一天 惹你生气了 你千万不要让她滚 也不要让她赶出去 直接告诉我 我会带她回家的 妈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了 我以后也不会赶她走 强子 你知道错就好 那陶导她现在 她现在在哪 我把她接回来 她就在你们小区 这楼下蹲着呢 在那一直哭 妈 你在家等一会儿 强子 好好跟陶导说 喂 这孩子呀 真是让我操不完她心 好的 你来干什么 好了 跟我回家吧 我都知道错了 我不回 那又不是我的家 别生我的气了 刚才说的也都是气话 你不是说早就受够我了 让我滚的吗 刚才咱妈过来了 我觉得她说的对 婚姻这件事 是两个人相互的 不是一味的只让一个人付出 这只有对老婆好了 才等于对自己好 陶导 我觉得咱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 我现在都知道错了 你放心吧 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你这样了 跟我回去吧 你看这外面风又那么大 把你的头发都吹烂了 你看这都不好看了 你就别生我的气了 我真的以后我向你保证 会全心全意的对你好 再也不会赶你了 我也再也不会气你了 妈还在家里等着呢 那那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许说 赶我出去的话了 我保证 走回家吧 走吧